今天9月3号 79年前的这一天 其实对日抗战的胜利 日本等于说在77事变 在918事变之后 换来现在抗日胜利的这一天 值得纪念 我们看到今天包含了央视 新华社 各大中国大陆的官媒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微博的热搜也登上了第三名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这一天至关重要 这一天也是他选择 回应日本一些动作的日子 前一阵子在7月份的时候 日本的护卫舰不是还跑到了 中国大陆的领海吗 也没有事先通知 让中国大陆也记住了这件事情 8月26号立刻回应了他 就是军机进入到日本的领空 你来我往 你来我家我就去你家 那再来9月3号这一天 我们刚讲到这是79年前的这一天 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那79年后的这一天 大陆反制日本的管控半导体 彭博资讯讲说 中方已经向日本提出了警告 如果东京方面进一步限制 大陆这个露气出口晶片制造设备 以及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话 会给予相对应的经济报复 那所以电动车同样也是 因为现在目前关键的原料掌握在中方的手中 所以丰田很担心会不会接下来 也变成北京这个报复的对象 反正呢就是现在说得到也做得到 如果日本敢来跟着美国一起使绊子的话 中国大陆就会有相应的回应动作 那韩国跟着美国好像也换来了自己 自损了好几千 那我们看到了 现在韩国像美国要更多的胡萝卜 因为你要我去限制 这个先进晶片输往中国大陆的话 你应该要给予更多的弹性跟奖励 那你看韩国八月出口是连十一红 但是偏偏他们看中的半导体产业 出口成长是降到了五个月的最低 甚至影响汽车出口 也都是连续三个月的下滑 那现在连韩国的媒体讲说 三星都不像以前的三星了 因为三星要吸引新客户 面临到非常大的困难 还有他们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 对于三星的订单并没有增加 所以他们讲说三星 你是不是应该找别的出路 是不是要往AI领域那边去 多多发展才能够找出路 不然每次跟着美国走 好像总是换不到什么好东西 再来九月十号又是另外一个 这个至关重要点 除了是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之外 也是一个中美的角力战场 因为iPhone16要在这一天发表 华为也立刻公布说 我们九月十号我们也有事情 我们也有心机 三折叠心机要强碰iPhone16 那当然这还不是Mate70 不过这样子一个强碰的意味 就代表说 现在你iPhone发表的时间点 我不会绕开来了 我是要跟你正面对决 这样的一个意思散发出来 就像是这个郑新闻这一则新闻 也是在这个微博的热搜榜上 他被这个种族歧视呛了 他在这个女网 美国女网的这个单打决赛中 被观众不断的喊种族歧视的字 与说什么黄香蕉 结果郑新闻霸气的回抢 就是我要击败你 然后最终击败了对手 杀入了八抢 这个霸气回应种族歧视 还有这个郑新闻的口心 都在这个微博跟头条上面霸爆 所以可以看出来 现在中国大陆对于美国也好 或者是美国的小老弟们也好 你们敢来惹我 我觉得不会侵饶 我们先来问一下 帅将军怎么看 这个美国的种族歧视是很严重 很多年来就把华人称之为banana 甚至于我们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在美国生下来的孩子 他们也叫他们banana 就是外皮是黄的 所以这个再回过头来讲 今天九三军人节 日本侵华造成中国人的伤损 那是很难磨灭的 那是几千万人的死伤 跟这个经济被摧残到垮 当年九三就是中华民国国军 接受日本投降的一个纪念 那最近为什么中国大陆又吵起来了 毕竟他承袭的是中国人的这个苦难 第二个 他们曾经也跟日本有过友好 那是因为日本现在被美国烧的变成 亚洲的北约 参加围堵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行动 配合美军的行动 一段不断的在东北亚 做出什么军演这些东西 凡是能够抗中的东西他都参加 越南的投资和这个马来西亚的投资 他都要跟中国竞争 换句话说 辛仇旧恨 所以中国对日本的这个反应的态度 就不会再保持很客气了 温良攻减让 你过来我就过去 我还派了舰队到你日本 全各个海峡里面去绕 去兜 也在你面前示威 所以这个东西 日本今天是被美国挟持的 你要站在日本的立场来想想 你面对的都是你附近的邻居都是你的敌国 北边的俄罗斯 四岛纠纷到现在没停 朝鲜 没事就放个飞弹到你海里 中国大陆 你是三面被包围的 今天你是被美国捏的脖子在那里搞 所以你今天 你能否认中国大陆不是你日本最大的一个经贸商场 你要参加这个禁止什么书业 就像那个电子产品的清洁业 这些东西你跟着通通管制 镜头了管制 那中国大陆就很简单 你汽车业要的稀有金属我就不给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参加美国的这种行动 没有什么好处了 日本经济已经不好 被美国搞垮了三十年了 不知道失痛 反而跟着美国那样混 今天将来遭到惩罚 挨揍的还是你第一波 中国大陆可能打不到美国本土 当然你日本是很轻松的 无论是飞机 导弹 船舰 潜舰 都可以造成你很大的伤害 所以日本是很不聪明 但是今天讲难听 这些政客跟美国的配合 将来带给日本老不信是无限无止的灾难 包含你的经济 包含你的军事 各方面你都受到 受伤的是你 不是美国 你也不过是美国的一个比较贵一点的棋子而已 跟台湾来比 就是说比台湾有点价值的 因为你的军港什么基地都是美国人在用 所以问题有赖于日本自己的觉醒 谁也帮不上你忙 好 来请教赖老师 苏利文到中国去 他承诺说拜登的承诺是有效的 而且坚定不移的 就是事不亦无益 绝对不会要打压中国 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苏利文到北京去再度的重申 他们的总统拜登这样的承诺 结果回去以后马上就开始 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了 艾斯莫尔他承受到美国巨大的压力 美国说我可能会祭出我最严厉的法律 就是你只要有用到我一点点的设备 或是知识产权 你都全部或是技术 你都全部不准卖给中国大陆 或是不准卖给其他的国家 不然的话我就要修理你 荷兰的首相已经站出来说 因为本来传出说艾斯莫尔 可能连维修都不帮中国大陆维修了 从明年开始 但是荷兰的首相已经站出来说 他还是会考虑艾斯莫尔的利益 但是最终结果怎么样不知道 现在又传出来的就是日本 日本说他的东京电子 他的这个半导体的设备 有可能就不再卖给中国大陆要管制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苏立文很明显的 又是说一套说一套 而且当面说谎话 因为他明明白白就是要压制中国的发展 还当你里面说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 这个就是美国人 这就是苏立文 这个就是拜登政府 好 那当然决定者在于 荷兰就在于荷兰的你的政府怎么做 中国也提醒你荷兰 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中欧的贸易员都是经过荷兰 那这个部分里面可能会受影响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不管猪肉或是其他的乳肉制品 这个对荷兰来讲 也都是他的农民的大宗出口 而且也有很大部分 是出口到中国大陆都会受影响 现在对日本也一样 为什么丰田那么的焦虑 丰田它是有参与台积电 雄奔厂 还有半导体的发展 那如果说今天 日本因为目前据说 岸田文雄要在下台前 他铁了心了 要追选美国 要打压中国了 那所以中国大陆就已经 放出一个讯息来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做 那中国大陆的反制的力量 不会小的 所以丰田焦虑紧张 一直希望日本的其他的政界 就是不要影响到他们的企业 因为他们的决定都会影响到 他们企业的生存 跟未来的发展 那韩国是最特殊的 因为韩国从引擎越上来了以后 就大幅度的转变政策 所以我们常常讲 它跟日本也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是类或是次安格勒索性人 在亚洲 所以他们越来越接近 完全是 那三星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是在萎缩 那如果说今天 韩国继续再走下去的话 我相信中韩之间的贸易 可能也没有改善的可能性 可是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 日本跟韩国的经济 真的都不好 好 来请教李老师 因为现在美国拜登政府 想要做的 就是说我对中国大陆 所有的半导体的出口管制 我要很怎么讲 万无一失 没有任何的漏洞 而且大家包括美国的盟友 重要的一些伙伴 大家要跟着我走 绝对想要 就是要减缓 延缓中国大陆发展的脚步 包括制造 包括研发 包括设计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拜登上任之后 2022年 23年 两度 他有所谓的新的一些措施 半导体的出口管制 他其实有运用到 美国的国内法 就是我们刚才赖老师所说的 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FDPR 到今年三月份也修了一次 4月4号马上实施 这意思是说 只要是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因为全球化是非常紧密的一个分工 只要你运用到了美国的技术 人才 智慧产权 哪怕是多或少 基本上他不准许你把它运用到 帮助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发展 也包括设计 也包括人才 也包括各式各样的设备跟制造 所以这有点像是紧箍咒 那这紧箍咒其实在过去 像韩国或是日本 有些厂商是得到美国的豁免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隐席乐 韩国还是会有些他的声音 他还是希望说 假设我跟着美国走了 照着美国做了 跟美国采取技術公司 一样的标准 很严苛 那我的企业怎么办 所以他应该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优惠 包括他的三星电子 或是SK海力士 刚才赖老师也特别提到 另外一个例子就荷兰 那荷兰的意思是耐人寻味的 因为他才有新的首相 7月份才就任是库夫 他基本上是背景是比较 过去是情报 对外情报局的局长 那是因为去年和荷兰大选之后 其实是极右派的党魁 这个自由党区的第一大党 所以拖了222天之后 有新政府 那新政府其实美国的压力 是如影随形的 但之前韩国的前首相吕赫 他还有一定程度是挡得住 美国的压力 而且他三四月才去了 这个中国大陆一趟 带着他的外贸部长 其实谈的就是包括艾斯摩尔 但是新的部长 新的首相商人之后 史库夫 他的讲法有点耐人寻味 他讲过好几次 你听起来是模糊糊 很暧昧 他说只要跟中国大陆 谈到国家安全问题 我们倒很谨慎小心 但他又提到说 我们要想办法跟美国跟日本 跟韩国协调一致 他又讲到说 假设我们照做的话 我还是要考量到我们自己 荷兰的基金安全 所以他也是左右为难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从去年前到今年 其实美国的高层官员 访问荷兰的数数非常多 都是在谈这个议题 所以这几个美国重要的 模糊糊伙伴 目前在美中的战略激劲之下 他们空间是越来越有限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